那我们来看一下 忏悔的意义是什么 在我们的律章里面的支持记里面 他就讲忏悔这两个字 其实他在梵文里面称为忏谋 所以有时候你们去受菩萨戒 还是去做什么 一定实际上看到忏谋这两个字 因为他的梵文就叫做忏谋 那翻译成中文其实叫做悔往 什么叫做悔往 悔就是什么 后悔往是什么 我往昔所造的种种的不好的 我怎么样 我现在都后悔 惭愧忏悔这样子 那华泛 现在我们称为忏悔 是因为把梵文的第一个字 跟中文翻译的第一个字 怎么样结合起来 所以称为泛华双举 这意思是怎样 那我们来看第二段 准叶书里面他就讲 所谓的忏悔 他的意义叫做不造星 什么叫做不造星 就是这件事 我们再往下看好了 忏的意思就是什么 指断未来非 悔的意义就是此心与往犯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悔 也就是说我们要忏悔 怎么样做到真正的忏悔 那不是在佛前磕头 佛不是啊 我错了 我错了 然后我这样就灭罪了 那什么又叫做灭罪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灭罪不是把我做错的事情 全部怎么样 你来我这边 忏悔忏悔 我就让你灭罪 不是哦 所以以前我们在水陆法会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 佛法讲忏悔 没有人有办法帮你赦罪 否则这个不成因果 佛法讲因果 那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悔 悔的意思就是此心与往犯 也就是说 对于我以前所造的种种的 种种的怎么样 觉得是怎么样 很羞耻的 我以前如果生命能够重来再一次 这件事情我绝对不再做 我对我以前所做的种种 我觉得是怎么样 就是做不好的 然后起重心 那什么就是忏 我以前所做的种种 我起这个心怎么样 很常规 生命再来一次 我不要再做了 可是忏的意思就是说 我还要再发愿 这一件事 我未来怎么样 都不要再照做了 也就是忏悔 一定要具备这两件事 忏悔 如果你不具备这两件事 不明为忏悔 很多人 像我以前也是 我时常跟大家分享说 我以前在农山寺 是很麻烦的人 刚去出家的时候 师父把我找来 师父说 你要发愿 你这件事情绝对不再犯 你们知道我怎么回答师父吗 师父 我怎么可以保证 我修行还不到那个程度 我不能给你保证 师父说 你做错了 就是在忏悔就好了 在发愿就好了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因为那时候很喜欢 因为22岁去出家 经历很旺盛 很旺盛的 就是没有那么多事情 让我发挥我的经历 就是四处找人家吵架 那四处找人家吵架这件事 怎么可能说 我忏悔一次就不跟人家吵架了吗 所以师父那时候就一直告诉我 你要发愿不再跟人家吵架 我跟他讲 不行 这个不行 这个有没有 是不是忏 就不是忏了 你要发愿怎么样 这件事情做的当下 你要起这个惭愧心 你就是要在佛前发愿 我未来这件事怎么样 我不再犯 可是会不会再犯 会不会再犯 可能会 对可能会 应该要这么讲 可能会 不可以像我这样讲说 一定会 可能会怎么办 再犯了怎么办 再忏 再犯 再忏 可是你不能在犯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就准备 我下次还要再 对啊 这样就不名为忏悔了 不名为忏悔 所以忏悔很重要的 其实它一个什么 对我以前所做的怎么样 我承担 我愿意去接受 可是对于未来 我怎么样 我要发愿 我不再犯 这个一定要有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忏悔 忏悔完了之后 你跟人家讲 对不起 我做错什么 即使他是你的儿子 他是你的女儿 你做错了 你都要跟他畅悔 跟他畅悔之后 还要跟他讲 不然爸爸妈妈 以后都不会这么做了 这也要发愿 发愿 你的儿子一定 像今天现场来了 不知道我们小朋友 有啊 有小朋友 以后爸爸妈妈 如果念你的话 还有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不敢 去跟人家畅悔 明明知道我错了 明明知道我错了 为什么我们不敢 跟他畅悔 你们知道吗 是因为我们 心的力量不够 我自己修畅悔法门的 这个过程我都走过 我以前跟国 我们一个男众法师 因为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点吵架 然后修畅悔法门的 我每天对着观世音菩萨说 要给我力量 我要去跟他唱 我只要发这个愿 我当天一定可以看到他 真的我不骗你哦 真的我知道 早上醒来 一发这个愿 因为你们知道吗 我们出家人 每天晚上躺在床上 都要问自己一句话 如果今天晚上 我就死掉了 有没有遗憾 然后我脑袋 都会付出一件事 有遗憾 因为我还没跟他忏悔 不相信你们 回去做做看 你不要躺在床上 躺就怎么样 就睡一时哦 这样不行不行 睡觉的时候问一下自己 如果今天晚上 我就不再醒来的话 我有没有遗憾 如果有遗憾的话 隔天赶快去做 因为生命非常的无常 结果那几天 那段时间躺下去 我心里就动一个念头 有很丢脸 我自己修忏悔法门的人 可是这件事 我一直都没有去求忏悔 然后其实动那个念头 一定可以看到他 一直到有一次因为 就是因为一个活动 我是那一次的总护 那个男众法师 是那一次的代理和尚 他穿红组衣 我穿袍大衣 你们看那个远不远满 他就坐在那个小房间里面 等人家怎么样 反正就在休息 你知道吗 我就在那个门口晃了两次 一直没有勇气进去 到后来是跑到佛前 跪下来 告诉观世音菩萨跟佛菩萨 请给我力量 我心没有力量 请给我力量 我一定要去忏悔佛 我这下子往生不行 真的那是佛菩萨的加持 就进去了 进去就跪下来 然后吓了一大跳 我说我要求忏悔哪一件事 结果忏悔完了之后 你知道我全身是轻的 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问我自己 今天如果晚上睡觉 往生了 有没有遗憾 没有遗憾 可以往生了 你就可以发现到 全身是轻的 全身是轻的 不会有一件事 一直怎么样 卡在那个地方 事后我也收到这个 法师给我的一封信 他说不愧是国凯法师 我说谢谢 这是本来出家人应该做的 当你没有那个力量 去忏悔的时候 其实那就表示 你的心很没力量 我们说我们人的心 就像风中缠煮了 随便一吹怎么样 就不见了 心就是因为没有力量 所以怎么样 外境要我们怎么走 我们就怎么走 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做主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忏悔法门的原因 在这里 好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 悔这个字 观察过去 忏这个字是发愿未来 所以忏悔一定是这样 对于过去所做的怎么样 我求忏悔 我惭愧 我愿意去承担 请佛菩萨怎么样 给我怎么样 加持 帮我做什么 担保员 对于未来这件事情 我绝对不再翻 是这样子的 来 那我们再来看 忏悔 其实它有几个种类 其实忏悔 它分四忏跟理忏 什么叫做两类 可是它有三种 三种一个叫做法忏 一个叫做取向忏 一个叫无声忏 这个大家解解就好了 我们的良黄宝忏 就是取向忏 可以从取向忏 进入到什么 无声忏 那做法忏 什么叫做法忏 做法忏就是 就像我们出家人 我们的戒律里面 规定的很清楚 你做错什么 犯了哪一条戒 你可能要对一个人 你可能要自己 在佛前跪下来 择心忏 或者是 你要对一个人忏悔 或者是 你要对四个人 或许犯了更严重的 你要对二十个人以上 而且是在二部身中 那这个做法忏 就是我今天做错什么 比方说 比方说 我今天 就看到这支笔很漂亮 然后就看 左看看右看看 摆在桌上 又没有人知道 我就拿来变我自己的 后来想想不对 应该还要再拿回去 那这个 你自己就要忏悔 因为这是犯盗 如果是盗三宝的东西 更严重 更严重 那这个就是说 你看你 你去求忏悔这一件事 那这件事的什么 夜报就没了 是这样子的 这个叫做做法忏 那这个就像 一片杂草一样 你一直在拔你的杂草 拔得完吗 拔不完 所以这三种忏法都要什么 一起修 否则你那个 你那个杂草长得比什么 比你拔的速度还快 可是你整个修忏悔法门的基础 是在什么 从四忏开始 那什么叫做取向忏 取向忏就是如果 诸位有送过菩萨戒 在菩萨戒里面 放网金菩萨戒本里面 他就有讲 因教忏悔 在佛菩萨形象前 日夜六时送 十重四十八倾戒 若肯切到 里三四千佛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三四千佛是什么 他这边就有讲 得见好像 好像者 佛来磨顶 见光见华 种种异象 便得灭罪 这个就是取向忏 取向忏 像我们的打杯忏法 那个也叫做取向忏 我们的八十八佛 每天网课要做的八十八佛 那个也叫做取向忏 是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看 什么叫做 这是叫试忏 试忏就是一件事情 那这个取向忏 就是比 类似说 一个是拔草 你们现在拔草 有没有什么机器 就是那个草 比较快拔起来 可能 可能有一些工具 有工具 那个杂草 可以拔得比较快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 礼颤 礼颤 其实又叫做 十项颤 或者是 无项颤 这个是实证 无我的空性 无我的空性 这个就一定跟常观 完全结合 一定跟常观 是完全结合 也就是我们在打坐 不管你修墨罩 修话头 见空性 其实就是这样子 所以 清正一切诸法 本性皆空 罪性皆空 由心照 所以他可以从四颤 一直进入礼颤 这个礼颤 就是比喻 比喻就是 有一种挖土机 是不是 他就是连根 车子连根 这样整个翻覆起来 让你这些罪业 怎么样 整个全部翻起来 这个就是 速度又更快 速度又更快 所以这三个颤法 其实是怎么样 要一并修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禅修这么重要 禅修其实是整个 所有修行的 应该说 最快的 只可惜 因为我们人 已经变复杂了 禅修这么单纯的东西 其实不会用 所以我们才要 又要 比方说 又要 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 到后来 你要执政这个究竟 一定跟禅修 跑不掉 所以我实际上觉得 我们能够在 师父的带领之下 在这个体系里面 学佛 我当然是 应该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我们 法谷山这个道场 并不是一个说 非常非常好的道场 应该这么说 我们其实也有 很多很多问题 可是我觉得 不管 这个事项上的问题 我觉得都是 有违法的世界 一定都有的 可是至少 我看到 从佛陀 一直到师父 师父传给我们的法 说真的 我觉得 讲到这个 其他的都可以怎么样 放下了 我们来修学佛法 到底什么才是重点 绝对不是 今天椅子坐得 舒不舒服 是重点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今天空气 空调有没有弄得好 是重点 绝对不是 什么一个讲座 人这么多 塞得满满的 很不舒服 这也不是重点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这个法 我们是来修学佛法 就是师父 其实保留给我们 一个非常好的 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最珍贵的 其实是这个禅法 因为不管你修什么法门 到后来一定跟禅法 一定是通的 就像我们的金禅佛事 就像大悲禅 梁皇宝 禅八十八佛 尤其是大悲禅 那个到后来 修行真的 就是整个能够禅罪 一定跟禅修 是完全连接起来 那其实我们从 普贤观经 所有的禅法的 依据经教 在普贤观经 我们这里面都有 其实那就是 师父所讲的末照 完全连接起来的 OK 那什么叫灭罪 很多人都以为说 法事 灭罪就是 我一直拜 拜一直拜 拜到怎么样 我的罪消了 其实不是的 所谓的灭罪 就是怎么样 你心 本来是风中的禅足 你没办法去承担 也就是说 本来你身上 只有五块钱 可是你欠人家 十块钱 你还不了 可是你怎么样 你修畅为法门的时候 一直是什么 累积你这些质量 累积到你有 一百块的时候 你欠人家十块钱 还要不要还 当然要还 那是以前你欠的 可是你可以怎么样 非常坦然的去还 所以所谓的灭罪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真的那个罪美了 不是 而是你的心中怎么样 面对你以前 所做的种种 你不再恐惧 而且你也不会逃避 你为你以前 所做的种种 扛起这个责任 那我们凡夫众生 其实是怎么样 有时候是扛不起来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有 佛菩萨的加持 我们看历代的祖师 就有一个祖师 叫安世高大师 我不知道没讲错 你看他来中国 投胎又来中国 投胎又来中国 来了三次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有人 他的头必须要 让那一个人砍 有听过这个故事吧 这是真的 一个好像是 一个王子 他就是投胎之后 他知道 他有那个宿命通 他知道 他就是来到中国 怎么样 等着那个人 砍他的头 他有这个力量 心有这个力量 当然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 没那个力量 所以人家瞪你一眼 你就开始怎么样 心慌了 人家随便讲一句话 你就怎么样 心乱 你没这个力量 所以所谓的灭罪 不是所谓 真的那个东西没了 其实最主要是 我们心有那个力量 有心的这一个力量 其实应该还的 还是要还 可是因为我们已经 因为修行的原因 所以我们累积了 我们更多的资量 累积了我们更多的资量 我们要来还怎么样 就是很简单 而且在还的这个过程 还可以怎么样 接引很多的众生 这个才符合英国法则 最近我在带着 我们三学院读书会 那我们在读书会 在读训老和尚 我们有一个法师 就曾经问我说 为什么训老和尚 被这么多人误会 其实他只要说明一下 这个误会就没了 就可以不用受这么大的苦难 或者被这么多人 很奇怪的眼神 那为什么他不说明 你们知道吗 在佛陀的时候 佛陀的时代 曾经有一个 有一位尊者 他可能证得阿罗汉果了 他就说 他以前从来都没有 偷过人家的东西 所以他钱绝对不可能掉 他为了要证明这件事 他把他的一两银子 一些银子 放在那个人 来来往往最多的地方 就摆在那里 他就说 如果 意思就是说 如果以前他没有去偷人家东西 这一包银子 应该到黄昏的时候 应该都还在 在人最多 结果真的黄昏的时候 怎么样 那包银子还在 这表示他以前没有中这个银 所以现在没有这个结果 那训老和尚 我们那个法师就问我 我说那是因为 一个修行人 他对银果这两个字 不只是清楚 他非常怎么样 深信 所以为什么师父师长 告诉我们 随缘 消 就业 莫再造 信仰 的意思在这边 如果以前 我们没有种下这个银 怎么样 现在不会有这个结果 现在有这个结果 表示以前 我们曾经种过这个银 所以现在我们 怎么样 这个结果出现了 我们应该要开心才对 人家帮你消业了 这个什么 这个障碍就没了 那可是我们不是 我们繁复众生 就是人家在帮你消业的时候 你就会怎样 再造一个银 再下去了 所以就一直在这边轮回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能够听闻到正法 是一件很可贵的事情 很可贵的事 因为那完全转变我们的观念 可能你在家里的时候 你的同修 还是你的小孩子 其实就是很不乖 非常非常的不乖 如果你能够用 这样的心情 因果 还是这种忏悔的这个概念 而不是一味的向外 怎么样 现在我遭受到这些 就是以前我种的这个因 现在这个因就怎么样 就是慢慢的缓 慢慢的缓 所以这个灭罪的意思 是在这边 而不是真的这件事没了 不是的 那这个是 好 那来 终于要进入了 只剩一个小时 我们来看一下这部梁皇宝禅 其实这位菩萨们 那你没有 请再给我几本吧 这边有人没有禅本 菩萨们你们知道吗 你们在拜梁皇宝禅的时候 请你们不要那么快的进入 进入所谓的禅本里面 其实他这里面有 慈悲道场禅法序 那个序跟那个记一定要读 那个序其实他是在讲 这部梁皇宝禅 它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要修禅法 其实他讲得非常的好 他说 圆福三界为心万法为四 物本心之庙里罪业皆空 如果我们能够亲证这个 本心这个庙里的 实证这个实相 哪来的罪 哪来的福 罪福皆空 所以这为什么 这一定要见空性 就是那个礼禅 那就是因为我们 每一个人都迷了 我们自视这个圆明 所以什么 有善有恶 所有的东西都出现 有善有恶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怎么样 有障碍 有障碍了之后 所以轮回在这个六道 一轮回在这个六道的时候 怎么样 对于这个涅槃就怎么样 越离越远了 所以他这边就讲 离得越来越远之后 怎么样 就藏匿在这个生死海里面 层层造业 种种为非 就开始造了很多的很多的 什么生死业 所以你看他这边讲 不假颤魔之汇丰 难逃业祸之密亡 就告诉我们 我们本来是怎么样 很亲近的 可是一念不觉怎么样 就开始造了这些种种 所以你要修 每次要每拜一步的时候 要进入第一卷之前 我都鼓励大家 稍微再读一下这些文字 因为那个会提起你怎么样 一个修行很精进的心 知道在哪里吗 第七页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第七页 那你看他这边 他这边就讲 所以他说其实这一步 来翻过来第八页 他说这部梁王宝燦 其实原本是 是二十卷的 后来就是 二十卷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流通 后来就是因为梁武帝 怎么样改成十卷 那这十卷里面 来大家请看一下白板 你看他就讲 总列四十章品 他总共有四十个单元 而且四十个单元里面 有两千多里 就是要拜两千多拜 那四十章品里面 他分为两个单元 前面这个单元 就是为我们的六页 六根三页 归一断移 忏悔解冤 归一断移 忏悔解冤 这个已经到第六卷 后面呢 为六道四恩 从第七卷开始 为什么 六道的众生怎么样 开始礼佛 礼佛报恩 回向八愿 这一直到第十卷 也就是说 其实整部良宝宝灿的内容 在讲什么 其实在他的序里面 提纲气领的怎么样 全部都讲出来了 那只是说 可能我们不知道 要去读他 那我们再往下 他就说 其实我稍微就是 让大家看一下 他哪一句话 其实在讲第几卷 你看他这边 正义入禅结罪 敌过去之二因 这是第一卷 富贫发菩提心 之当来之种之 第二卷在讲 发菩提心 显果报 张扬 显果报 张扬 士之造谦 第三卷怎么样 有四个故事 都在讲什么 果报 出地狱 士幽名之受报 这是第四卷到第六卷 井元三宝 已破 邪剑魔 第七卷 从第七卷开始怎么样 为六道四真 开始礼佛 七八九 都一直在礼佛 那第九卷开始讲 行念无常 一直到第十卷 竹壘殷勤 记法会之不绝 其实短短的几句话 把这个梁王宝颤 怎么样 十卷的内容 全部都交代完毕 那这个梁王宝颤 怎么会有这部 颤法的缘起 那这部颤法的缘起 我们看一下 第十三页 慈悲道场颤法记 他说这个颤是 梁武帝为皇后 吃事所及 那我想这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 就是梁武帝 有一个妃子 很漂亮 可是怎么样 很残忍 三十岁就往生了 结果往生了之后 怎么样 变成是一条大蟒蛇 在他宫殿里面 就讲话了 蟒蛇就讲话了 我就是你以前的妃子 所以我现在需要 你怎么样 给我做功德 所以梁武帝怎么样 醒来之后怎么样 不是醒来 梁武帝后来就去找他的国师 宝智禅师来商讨 这怎么办 所以宝智禅师就怎么样 就是去收集的这些经文 然后跟佛名 然后录成这诗卷 可是你们知道吗 这个在学术上面 这个是假的 这是假的 这是元朝的时候才发现到 那你们一定会说 法师 我的梦破碎了 不是的 学术有学术 我只是要让大家知道 这一篇的基层是在元朝 不是在梁武帝的时候 那为什么要有这一篇 整个修行很重要 要起信 起信 在华言经里面讲 信为道源 功德母 长养 一切诸善根 整个佛教的修行 第一件事就是什么 起信 你没有信 尤其是我们宗教这件事 你没有信 你没有信 你没有办法走下去 我们宗教其实很重要 可是信 师父教过我们 从养信 信养 从养信要慢慢走到什么 正信 正信 像我们今天这门课 就是要带着我们从什么 养信进入什么 正信 唯有你有正信 你才有办法真的怎么样 离苦得乐 如果你只是养信而已 哪天碰到事情了 为什么人家碰到事情怎么样 都会有种种种种的 什么 人家来帮他解除困难 为什么我都没有 如果你没有正信的话 其实你的修行怎么样 很容易动摇 所以从养信进入 可是要从正信怎么样 入手 那这边就是告诉我们 虽然这个故事 其实是怎么样 为后代所编撰的 不过很多人也因为 这个故事怎么样 起这个信 我们真正来看一下 这个梁皇宝燦的内容 说真的 他其实是 有一部分 绝大部分的原因 是制给当时候的出家人 拜的 因为当时候的出家人 因为这很早 出家人 因为当时候出家 不知道怎么修行 不知道怎么修行 然后 也没有人说要吃素 所以那时候怎么 吃了很多肉 所以梁武帝制的这一个 其实是规定 所有出家人要拜的 不晓得你们那个 心里面那个美丽的 故事是 破灭了 其实 这也是让大家知道 不过它里面的内容 其实是从一个什么 没有学佛者 这四十个单元 从你一个没有学佛 怎么样归一三宝 一直到最后怎么样 成佛道 里面他都讲得很清楚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往下看 那整个梁王宝灿 我们要来看一下 它的结构 我不晓得这样子 后面的人可能看不到 看不到的 没办法 因为只能做到这样子 好来 整个梁王宝灿 其实它很简单 那整个梁王宝灿 其实它大概分为 几个单元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现在前面 框起来的这个单元 它第一个是怎么样 你们去 这么大成法会 一定一开始会怎么样 洒净结界 很多人都说 好 我们洒净 就是不要让什么 洒净是什么 念什么 大悲咒 你们知道洒净 为什么要念大悲咒 也不知道 反正经典就这么规定 就这么规定 你们知道吗 我们说这尊菩萨 叫大悲观世音菩萨 很多人都说 洒净其实是开展我们这个要修行的空间 对不对 那这个空间 洒净洒下去之后 不好的众生就进不来了 不能再打扰我们修行 对不对 我告诉你们 真正的洒净意识不是这样 如果真正的洒净意识是这样 它跟大圣佛教所讲的慈悲是完全相违背 洒净的意识其实就是 那是有层次的 我们不能讲说 刚刚那一个层次是不对的 不是 我们是借由观世音菩萨 借由这个奏力 让每一个进来到这个地方的人 身心都清净 不是只有我们念的人清净 即使他误入这个道场的人 因为这个奏力怎么样 开展出一个空间 他一进来之后 他的身心都能够清净 其实那是有关于我们活的人的想法 如果我们活的人的想法都觉得 我开展出一个空间之后 你们这些不好的人 坏的人都不能进来 你们知道吗 因为你就动这个念头 护法神就听到了 所以他们就进不来 可是如果我们动的一个这个念头 我们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进来 进来之后怎么样 没有关系 你只要能够进来到这个地方 借由观世音菩萨的奏力 每一个人的身心都是清净 一起进来共修 要起这一份心 这才跟大圣佛法的什么 慈悲是怎么样 相结合 所以真正的撒净的意思是这样 借由奏力去净化我们的身心 在持奏的人 也借由这个奏力 让后面的人怎么样 没有一起跟我们参与 这个撒净的人 他一进来之后 他身心也是清净 要起这一份心 那这是第一个撒净 这是第一个撒净的 第一个撒净的